网友问题,请问老师,盆栽种葡萄,盆的泥土最少要有多深? 盆的直径需要多大? 盆栽葡萄的根系在刚开始生长的时候不会很大。 一般用口径在20到25厘米的小盆养护就行。 后期生长旺盛的时候就可以用口径在30到40厘米的大盆养护。 盆栽葡萄一般可以根据生长情况选择深盆还是浅盆。 一般植株长得小就可以选择深度为40厘米左右的花盆。 若是长得到大,就可以用深度在70厘米左右的花盆。 盆栽葡萄的根系属于直根系。 一般根部是由骨干根和须根构成的。 刚出来的右根是白颜色的。 通常盆栽葡萄适合用瓦盆。 桃盆、紫砂盆、雾盆或者塑料花盆栽种比较合适。 盆栽葡萄的根系在刚开始生长的时候不会很大。 一般用口径在20到25厘米的小盆养护就行。 后期生长旺盛的时候就可以用口径在30到40厘米的大盆养护。 一般一个花盆里栽种一株葡萄会更有利于生长。 盆栽葡萄一般可以根据生长情况选择深盆还是浅盆。 一般植株长得小就可以选择深度为40厘米左右的花盆。 若是长得高大,就可以用深度在70厘米左右的花盆。 盆栽葡萄一般每年都需要换一次花盆。 通常在葡萄发芽前换盆是最合适的。 一般新换的盆栽最好比原来的盆栽种大一点。 换盆的时候只要注意不要立即晒太阳和湿肥就可以。 盆栽葡萄想要爆盆,栽种了土壤就必须肥沃。 并让葡萄多接收光照和通风。 在2、5、7月份的时候还要注意施肥。 一般在盆栽葡萄生长的茂盛, 土壤肥力减少的时候就可以分盆。 将需要分盆的枝条树展开, 之后栽种到小盆里养护就可以。